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是我昨天做的核张报告 今天就是12小时吧 出核高了 因为明天要去个地方 所以必须要做核张报告才能上飞机 好了 放心了 这个包有两年了 两年前的老观众是不是记得这个包 我这个包因为用了两年 然后上次去那个地方没有轮着我这个包 所以呢 这个模破了 所以我怕上飞机到时候就破了嘛 因为双十二的时候 买了它不能够及时发货 所以我就还是拿了个破包 所以上飞机到时候打个包呗 像包那个木乃一样的包一下 这上飞机托运嘛 就安全一点 我来吧 你看一下这可不可以 打包好了 这是这样的 像个木乃一样的 打包费 四十 然后再到那个超长超宽的拖映的地方去办理 哇 这还蛮多人排队啊 啊 这里是武汉的天河机场 好了 汗流啊 好热啊 穿的多了 穿多了 我在武汉穿的这一身 就有点穿多了 然后那个 买晕了 帮完了 然后还没告诉大家今天去哪儿啊 滑雪啊 这回准备去新疆 仍然还是狼行的随心飞 因为再不用就 过期了吧 反正我这次的狼行的随心飞 我感觉买的非常的奎宁酸酸 一共就飞了 加这一次就飞了三次 马上到了元月份就过期了 买了随心飞以后 全国就开始变严了嘛 对吧 所以也不敢到处跑嘛 然后这12月份呢 我还有几天吧 最后的疯狂啊 这是2021年 最后的疯狂 所以呢 我就留着自己去滑雪 我之前去北京去深圳 大家知道会为什么吗 我等会进去了啊 安检 进去要跟大家说 为什么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哎呀 别人都已经进去了 托运太费时间了 好 来吧 好 来吧 放个烤子 好 好 那我就先去烤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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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丮兴 听着 你 你 下飞机了 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 终于到了 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是挺紧张的吧 刚才我们那个飞机等了半天啊 听说有四到五个人吧 都被隔离了 吓死了 赶紧走 在天上万米高空的时候还挺好看的 特别是飞新疆特别有意思 它到天山那个地段的时候 那个飞机会围到天山 就是左边也能够看到 右边也看得到 它转一个180度的大短弯 两边左右舱都能够看到天山的美景 特别美 但下来以后天就是阴的 哎 好了 好了 赶紧去夹衣服 没心情缩了 刚才有几个隔离的 危险了 我也不知道这次行程到底会怎么样 天啊 天啊 我现在在乌鲁木齐这个机场这边 办第二趟航班 我这次目的呢 终点站并不是乌鲁木齐 而是离乌鲁木齐还有700多公里的阿勒泰 也就是在中国地图那个西形状的那个鸡屁股 鸡屁股那个地方啊 那个最远的那个地方 去滑雪 那个学好的 然后想聊聊 刚才碰到这事吧 我这个半直击 就是半转机吧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就是乌鲁木齐这边 新疆这边确实管得特别严 这个头一次碰见就是我的手机iPhone13 它是双卡双待的嘛 不仅检查主卡的行程 还检查副卡的行程 就是14天的行程 大家有的知道 我的副卡是用的国外的那个号 国外的号 我连号码都不知道 就是挂着可以收发那个谷歌的来信啊 或者是邮件啊 那些提示的 就是谷歌voice的那个功能的 所以我在办的这样一个双卡双待 但是你想想 我连号码都打不出去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号码 然后呢 也收不到短信 就是挺麻烦的 对吧 反正最后还签了一个 就是那种承诺书吧 承诺自己没有什么的一些规定啊 最后折腾了一个小时 终于拿到了这个第二个行程 不能断的飞机票 飞阿勒泰 终于不容易啊 然后呢 再说一些 刚才在办执机的时候碰的一个武汉的老乡 他也是到阿勒泰去滑雪的 然后呢 他还是我的观众 等会他也在办执机的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吧 今天晚上八点九点钟的飞机 所以还得五个多小时吧 所以呢 我想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估计今天一天就在这个 新疆这边在折腾啊 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滑雪记 阿尼阿易的滑雪记要开始 好了 拜拜 拜拜 又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进来 然后现在在剪片子 大家等会看到呢 这是我刚刚剪出来的片子 然后想起来剪片的时候 发现我在武汉机场里面说的 那个问题还没回答给大家 先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要全国到处跑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的频道里面是因为 因为武汉让很多观众知道了我的频道 对不对 然后我的频道里面呢 也有很多武汉的观众 因为我拍的都是武汉的日常嘛 但是呢 我也知道 也有很多非武汉的观众 就是在海外生活的一些朋友 我想我在满足我们武汉老乡的 这个海外的观众的一些需求之后 你看我有没有时间 可能我到其他的地方去给大家拍拍你们的家乡 然后我就考虑到因为海外 就是我猜呀 我猜呀 或者猜一些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猜那个叫统计报告 我就觉得就是北京还有广州 还有东北在海外的人就比较多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啊 我觉得会有多一点 所以我才会在之前 我觉得只要我有时间 就是我有休息的时间 我就会利用随心飞到全国那些观众群体 我猜测居多的地方 就给大家拍一下你们家乡的一些变化 或者我自己的感受 不仅能够满足我自己武汉本地的观众 也能够满足到其他的 就满足到更多的一个群体吧 所以我才决定到处飞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这次杀人到新疆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次的旅行其实才是我真正自己想要的旅行 知道吧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嘛 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雪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的第一次滑雪就是去了日本 就滑了五天 然后后来又去东北滑了几天 然后现在今年是第三年 其实我的水平是很慢的 还背着这种包 感觉很专业 其实根本就不行 但是你要是不练的话 可能又等到明年 所以必须得抓点时间练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次才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 自己的视频就是 好的 这次视频就到这了 然后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